没要一口越湿越脏 现在这股脏脏包的热潮 现在也席选的东区 带动了整体周面的店面热潮 好吃又好拍 每到出炉前半小时就排满人床 每天卖出1500个脏脏包 月营收上看540万 但租金同样下人 单凭要价2万 两层店面就上看100万元 一楼的一线店面 其实很少有餐饮业进住 可能实际上的付租能力 在月租金大概是30到50万 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其实还是必须要观察 它的排队人潮到底可以延续多久 斗大字条写着店面求租的电话 隔条街却是两样情 但其实黄金地段的贵族房租 也让这里空置三个月之久 现在才靠着脏脏包成功翻身 而在东区另一头 也有一家特色店面 机械手臂装好饮料 还未自动冲泡在递到客人前 存在第一家的自动化茶饮 也成为东区人气店面 其实中下东路上 自搜狗到民药百货之间的商圈 从去年开始也是百花齐放 包括美容美妆的品牌 日式杂货 甚至王道银行 珠宝业都接续进铸 虽然空置情形短暂回温 不过根据商众调查 东区店面空置率仍有8.3% 比六年前增加了6.8个百分点 反观名称马街以及万方医院中边 虽然租金也高档了1.5万 但可是一店难求 是台北市最热门的店面双圈 东森曾新闻 林立昭世奎 台北报道